灭地 什么是苦灭圣地呢? 这个贪爱,它完全地被灭除了 而它是在哪里完全地被灭除的呢? 它是在哪里完全不再生起的呢? 在这个身心世界,它生起,驻着的身心范围内 我们必须在这个身心范围内修行来完全灭除贪爱 然后关于灭苦这件事又关系到同一个范围 身心的范围 首先是六根,像是眼根 所以,所有这六根,这是贪爱完全被灭除的地方 这是六成 在六根相对的六成当中,完全地灭除贪爱 接着,所有这六事 现在是处 接着,现在是由于处而生起的受 现在是想 这六个想 现在是行 现在是对六成所产生的贪爱 现在开始生起作意 当五根接触五成时 思维是跟着五成境有关的 当五成不和五根接触时 新边开始 回忆过去或妄想未来 一切和五成有关的事物 也就是 这是对所缘积蓄的信念 对于来参加这个课程的内观禅修者而言 还没有办法完全地了解这些内容 所有这些微细的详细内容 对于成就阿纳汉或是阿罗汉这种非常高境界的人而言 这些早就都经历过了 每一个细节都知道得很清楚 很清楚 并且知道他现在是和某个根门相应而生起的 现在是和某个沉浸相应而生起 现在是和想或是行有关 而现在又是因为和这个或是那个相应而灭去 像这样的分析剖析到如此微细的地步 而在非常高的虚头寒的阶段时 虽然对实相的体验已经非常深入 但仍然还不到像阿罗汉那样的深入 不过对即将成就虚头寒果的这个阶段而言 这已经太足够了 像哦有一个感受 哦因为这个感受我开始产生贪爱或称恨了 哦现在我既不贪爱也不称恨 此刻我知道这个感受是无常变化的 这已经够好了 这已经开始进化进化不断的进化了 你们还不能够如此细微地去体验到这些细节 不管这种感受是因为眼根 耳根 鼻根 舌根 身根 或是异根的处而生起的 或是由于想或其他的缘故而生起的 等等 所有这些细节在你修行越来越深入 越来越深入时 自然就会呈现 在这部经典 周里所教的对于想要成就更高境界的人而言 是一个完整的教法 在听闻佛陀宣说这部经典的听众当中 有很多已经成就了初果 二果 或者即将成就三果 四果的圣者 他们早就体验过所有的这些细节 因此 当一个人在这上面用功时 这些内容就变得更详细 更微细了 这些细节